台南有礼仪公司爆发了抢生意纠纷 竟然让双方人马当街持棍杂车 这场面相当火爆 车门一开 只见四个头戴帽子面戴口罩男子 就这样拿着铁棍球棒 直接对了眼前三辆轿车 发狂似 梦渣 只是每一会 四人突然像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一样 连忙撤退 就插梅连滚带爬 但另一头各式材质椅子突然从天而降 接着冲出四名男子 不是五个 六个 其实镜头没拍到的一共有十个 朝着四名砸车的男子方向冲去 这一结局呢 算这四人够事项 手脚快 幸运搭上接铁车 给他溜掉了 从进到我们辖区走证 走证区的巴德安乐园园区 这个进到办公室前面的停车场 就开始砸这个停在停车场的车辆 香港古惑仔的戏码 竟在台湾街头 不 是牧原真实上演 事实上涉嫌砸车的一方早有预谋 警方查出早在前一天 他们就先绕了三十多人到现场 警告意味浓厚 这台车 这台涉嫌的车辆 所掀 掀的车牌是一张伪造的车牌 警方调查发现 来砸车的人包括开车 把风的少数有六人 由于案发地点 就在牧原某礼仪公司的停车场 不排除是生意纠纷 因此叫人砸车卸分 就在杨文华探订报告